歡迎來到我們的華爾街電視簡報節目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快速穿梭在全球的新聞海洋 從加拿大的選舉干預話題 到越南驚人的銀行欺詐案 再非告菲律賓對抗海洋侵略的策略 讓我們一起來探探世界各地發生了 哪些讓人瞠目結舌的事件吧 首先我們來到了加拿大 看到總理特魯多站在調查委員會前 堅定的談論了中國試圖干預選舉的問題 但他強調這並未影響選舉結果 並稱加拿大的選舉仍然是自由和公正的 接著我們堆到了越南一起目睹了 該國歷史上最大的銀行欺詐案 涉及金額高達440億美元 真是讓人嘖舌 最後我們轉向了菲律賓 看到了該國如何用一種接受的政治策略 來應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侵略行為 不僅如此 我們還將帶您瞭解 中國如何引領一場煤電復興的浪潮 以及香港國泰航空面臨的一系列挑戰 從國際政治經濟犯罪到氣候變化和航空業復蘇的問題 這些事件都展示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的緊張與挑戰 以及各國如何在這一複雜環境中尋求立場和解決方案 請大家繼續收看詳細內容 讓我們一起深入了解這些影響深遠的事件背後的故事 在最近的一系列報道中 我們看到了國際舞台上的各種動態 從加拿大的選舉干預問題 到越南的巨額銀行欺詐案 再到菲律賓在面對中國海洋侵略時的政治策略 這些事件不僅揭示了全球政治經濟格局中的緊張與挑戰 也展示了各國如何在這一複雜環境中尋求立場和解決方案 首先 《南華早報》報導了 加拿大總理賈斯汀特魯多在以柵拿大雄李賈斯汀 特魯多在一次關於外國干預加拿大選舉的調查委員會前的證詞 特魯多表示 中國試圖干預過去兩次加拿大的選舉 但這並未影響選舉結果 他強調 儘管外國試圖干預 加拿大的選舉既然是自由和公正的 特魯多還提到 中國偏好特定政黨的可能性不大 這一委員會是在對中國可能在選舉中扮演角色的擔憂下成立的 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在本週早些時候作證稱 中國在兩次選舉中都秘密且欺騙性的干預 委員會將在2024年底之前發布最終報告 接著BBC報導了越南發生的一起震驚世界的銀行欺詐案 又是7歲的房地產開發商窗埋案 被控在一年時間裡從西貢商業銀行磨用440億美元 檢察官認為其中270億美元可能永遠無法追回 這是越南歷史上最大的一起銀行欺詐案 案件涉及85名被告證據有104箱 重達6噸 窗埋6噸 窗埋連否認了所有指控 其中13名被告可能面臨死刑 這期審判是共產黨總書記 阮富仲領導的雷卡反腐運動的一部分 雙外鏈從一個市場攤販起家 在1980年代經濟改革後開始購買土地和房產 它被指控利用數百家空殼公司 擁有西貢商業銀行90%以上的股份 並批准了數百筆給這些空殼公司的貸款 最後《南華早報》還報導了菲律賓駐美國大使 就如何應對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侵略行為 發表的評論 大使惠西蒙文·羅米爾爾斯表示 菲律賓政府在處理自己海域內的情況時 通常是接受的態度 這是面對北京侵略的一種政治策略 菲律賓和中國在南中國海的領土爭端不斷升級 3月23日 中國海警船和民兵船隻 阻礙並向菲律賓海岸警衛隊船隻開水泡 這些船隻當時正在執行向馬尼拉在第二托馬斯郊的 軍事前哨無己的任務 導致3名菲律賓水手受傷 異原政治分析家 兼得拉薩大學國際研究系講師 Dangmi Cainteo表示 北京口是心非 通過這些報導 我們看到了國際社會在面對外部干預 經濟犯罪和領土爭端時的複雜性和挑戰性 各國領導人和政府官員不僅需要應對內部問題 還必須在全球舞台上展示智慧和策略 以保護國家利益和維護國際秩序 這些事件教會我們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際上 透明度、正義和堅定的立場 都是應對挑戰的關鍵 在全球努力應對氣候變化 和推動綠色能源轉型的背景下 中國卻在2023年引領了一場煤電復興的浪潮 據《紐約時報》報導 全球從煤炭發電的總產能在2020年有所增加 其中中國新增的煤電項目 佔到了全球新增煤電容量的三分之二 這一增長不僅因為中國新上線的煤電廠 而且還因為美國和歐洲老舊煤電廠退役速度放緩 儘管國際社會呼籲逐步淘汰煤炭這一高碳排放的能源 但許多正在工業化的亞洲經濟體 特別是中國 為減少對煤炭的依賴設定了更長的過渡器 雖然新建的煤電廠相比老舊廠更為環保 但專家一致認為要有效應對氣候變化 必須從根本上減少所有化石燃料的使用 《南華早報》也報導了 中國在煤電建設和審批方面的激增2023年 儘管中國承諾控制使用有害的化石燃料 但在新建煤電廠方面仍領跑全球 中國新增的煤電容量達到47.4G瓦 佔全球總新增量69.5G瓦的三分之二 報告警告說中國最近在煤電發展方面的激增 使其氣候目標面臨風險 2023年中國還開工建設了額外的70.2G瓦 新煤電容量其中95%位於中國 與此同時香港的國泰航空正面臨一系列挑戰 根據《南華早報》的報導 香港立法會議員批評國泰航空的管理混亂 恢復進度緩慢 服務質量下降 國泰在2020年12月至2021年2月期間 取消了7、8、6班航班 原因包括內部規劃失敗 因疾病導致的飛行員缺席增加 以及年底假期季節航班增加 公司還因人手短缺而被迫將恢復疫情前 全部運力的目標從今年年底推遲到明年第一季度 有批評人士建議香港政府應摘入股該航空公司 以確保城市重新獲得航空枢紐地位 還有人建議通過向其他航空公司授予更多航線或交通權 引入更多競爭 儘管國泰航空在過去3年因新冠疫情 對旅遊業的嚴重影響而虧損約340億港元 但在政府的數十億港元救助計劃幫助下 該公司去年報告了4年來的首次年度盈利 達到97.8億港元13億美元 然而商業巨頭阿文基們對國泰持續的人員短缺表示擔憂 特別是飛行員的短缺 國泰在2020年10月裁掉了5900個職位 當時他關閉了區域航空公司國泰港龍 並在2021年上半年進一步減少了2500個工作崗位 國泰表示今年還需要另外500名飛行員 以達到恢復疫情前全部運力的目標 目前國泰擁有3400名飛行員 增低於疫情前的3800名 無論是在能源產業的轉型還是航空業的復甦上 中國和香港都面臨著重大的挑戰和決策 在全球範圍內 如何平衡經濟發展需求與環境保護的緊迫性 以及如何在疫情後恢復和提升服務質量 都是需要深思熟慮的問題 在當今世界科技、經濟與政治的糾葛愈發複雜 從美國對中國企業的制裁 亞洲發展銀行對發展中亞洲經濟增長的預測 造人工智能在預防電力中斷中的應用 每一件事都在為全球局勢繪之新的輪廓 《南華早報》報道 美國近期對無家企業實施了貿易限制 其中包括三架俄羅斯和兩架中國實體 原因是它們涉及生產和採購俄羅斯 在烏克蘭使用的無人機 以及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 在鴻海航運攻擊中使用的無人機 這些公司被列入美國商務部的實體名單 這意味著供應商在向它們運送貨物和技術前 需要獲得許可 卻一舉措是在俄羅斯近幾州 加大對烏克蘭能源設施的無人機和導彈打擊後採取的 這些攻擊造成了重大損害 威脅將導致類似於2014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 經歷的大範圍停電 在經濟領域日金亞洲援引亞洲發展銀行的報告指出 由於中國經濟的投風和弱點 今年發展中亞洲的增長預測已被下調 發展中亞洲的GDP預計今年和明年將達到4% 9%低於亞洲發展銀行之前對去年5%的估計 報告特別提到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弱點 和以後復蘇的減弱對該地區增長前景的影響 儘管存在諸如衝突、升級、地緣政治緊張 和美國貨幣政策等風險 亞洲發展銀行仍對該地區的增長持樂觀態度 預計東南亞和南亞將是推動該地區增長的主要力量 在科技創新方面 BBC報導了人工智能如何備用來預測電力、供應和需求 以防止電力中斷 公司如WattTime和Electricity Maps 利用人工智能軟件分析各種因素 如天氣模式、節假日日期和工作時間表 以確定充電和放電電池的最佳時機 這種軟件還可以用於家庭幫助人們更便宜地使用電力 人工智能還被用來保護電力系統的物理基礎設施 通過識別損壞和風險因素 如破損部件、鏽蝕和植被生長 來預防潛在的電力中斷 從這些報導中不難看出 無論是在國際政治、經濟發展 還是科技創新的領域 世界都在經歷著快速而深刻的變化 這些變化不僅影響著國家之間的關係 也對我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這個不斷變化的時代 瞭解和適應這些變化成為了 每個人和每個國家不可或缺的能力 在這個充滿變化的世界裡 各國正面臨著各自獨特的挑戰和機遇 從中國的性別差距擴大到南韓政治版圖的重塑 再到英國對美國的建言 這些事件不僅塑造了各國的內政外交走向 也影響著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 《南華早報》報導指出 自疫情以來 中國的職場性別差距有所擴大 北京大學的研究人員發現 相比於男性、女性面臨著更高的失業率、 更低的薪酬以及更少的工作時數 2020年工作時數的性別差距 比疫情前增加了一倍多 薪酬差距則擴大了近30% 尤其是那些有年幼孩子的職業婦女 他們高收入也更低 與職業父親相比差距甚大 研究建議 政策制定者需要提供更多安全的兒童照護選項 以防止疫情進一步擴大 勞動市場中已存在的性別差距 在南韓政治風雲意在變幻 根據BBC的報導 民主黨在最近的選舉中取得了勝利 預計將在國會300席位中贏得170多個席位 雖然民主黨可能無法獲得三分之二的絕對多數 但這一結果對現任總統尹七月來說 無疑是一個打擊 使他在剩餘的任期內顯得力量減弱 另一方面 民主黨的領導人李在明 在2022年總統選舉中僅以微弱差距落敗 這次選舉的勝利可能會增強他再次參選的信心 在國際關係方面 《華盛頓郵報》報導了英國外交大臣大衛 卡梅倫對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建議 卡梅倫認為對任何美國總統來說 繼承一個在烏克蘭問題上取得成功的局面的最佳方式 是盡快推動國會批准對基辅的軍事援助 卡梅倫上週訪問美國時表示 如果不支持烏克蘭 將導致烏克蘭的立場削弱 而普京的立場得到加強 這些報導從不同角度展示了 當前全球政治經濟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無論是中國的性別差距問題 南韓的政治變革還是英美在國際關係上的互動 都凸顯了在這個多變的世界中 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需要不斷調整策略 以應對新的挑戰把握發展的機遇 上面播報的內容是六度團隊推薦的 全球專業媒體智庫、政府機構和行業專家的 最新報導分析簡報 更詳細的內容請大家去這些媒體智庫的網站閱讀 這些內容並不一定反映六度簡報的立場 一不能作為任何決策的建議 六度團隊由專業媒體人、學者、科學家 組成了獨立新型媒體 大家可以根據自己的專業要求 訂閱各種簡報 網址是6WFan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過電郵收到六度簡報 然後在網址出現 群像通的建議 有限的呼籠